叶青梅在留给范贤的信中说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气的 那么人们修炼的真气到底是什么呢 庆余年中的世界又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庆余年的世界是几十万年以后的地球 是我们这个文明被核战争摧毁后 地球衍生出的新文明 核大战时 一些幸存的人类已经驾驶宇宙飞船逃离了 临走前 他们留下了多个存放各种武器 工具 药物等样本的博物馆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神庙 神庙由一台超级计算机控制 它的使命有两个 一是监控地球上的核辐射指标 以期恢复到适宜人类生存的状态 二是指派机器人 指导和干预新文明的进程 避免再次出现核爆这样的危机 经历过核战之后 地球被厚厚的辐射云包裹 世上的一切都燃烧殆尽了 天空成了涌夜状态 大地也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生命 此时 上个文明留下的军事博物馆 也就是神庙 大都在核爆后被摧毁 只有东方大陆及北部的一个 因为位置特殊 完好保留了下来 此后它便不断派出机器人 搜索同类的文明遗迹 但一无所获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包裹着地球的辐射云 开始化成雨降落下来 由雨便开始有生命 雨一直不停歇 气温逐渐降低 雨就变成了雪 世界被大雪覆盖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 雪停了 开始出现人类和其他各种生物 神庙检测到大地上的生机 也检测到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 核辐射依然存在 但是新人类已经产生了变异 它们不仅适应了核辐射污染 还可以吸收核辐射能量来强化自身 也就是修炼真气 这个时候的神庙 开始介入人类社会 它每隔一定年限就会派出使者 教授原始人类各种生活技能 从捷王捕鱼 耕种方法到捷神济世 文字礼仪 再到方方面面的文明技能 人类不需要再重新发展几万年 就可以用很短的时间 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 人类进入封建社会后 神庙使者就不再出现了 代替他传授文明的是 每百年一出的天外者 神庙会为天外者 植入一个就人类的记忆 然后做一定的指导 让他出去传播先进知识 叶青梅便是其中一个天外者 他有着新人类女孩的身体 但被植入的却是 功科女博士叶青梅的记忆 正因为有这样的技术能力 叶青梅才成功入侵了五竹的内核 将他变成了自己的仆人 进入封建社会 统治了这片大陆上 一千多年的大魏王朝 开始显露颓势 也就是此时 叶青梅机缘之下逃出了神庙 又拐了机器人五竹 偷走了三本功法一级 前面视频 我们讲真气的时候说过 这些功法其实是神庙 为了消耗核辐射能量 净化地球专门编制的 如果新人类按照这些秘法 修炼成大宗师 就会有核爆般毁天灭地的战力 神庙不想地球再次陷入核大战的危机 所以把他们变为高度机密 封存了起来 但没想到还是被叶青梅偷取 他随手给了消耗核苦河听一道功法 造就了苦河这位大宗师 之后他游历东夷城 巧遇四顾剑赠送剑绝 又塑造了这位剑道大宗师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叶青梅为了生计 开始在东夷城做生意 收览天下财富 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乌托邦 他又离开东夷城来到南庆 在庆国叶青梅结识了范剑 陈平平和后来的庆帝 并遭遇五吃叶流云 通过和五竹的几次决斗 间接促成叶流云炼成流云散手 进入大宗师境界 庆余年中的舞者 按武力等级被划封为一岛九堂 九品是普通人类修行的巅峰 而九品在网上 就是非人类的大宗师境界了 有句话叫宗师之下 皆为蝼蚁 每个大宗师都有超脱人类的强悍肉体 和神妙绝伦的武技 一人便可抵一国 是堪比核武器近乎于神般的存在 庆余年中的四大宗师 分别是庆帝 苦和 四顾剑和叶流云 苦和一人便可维系 北齐皇室不道 四顾剑一人 一剑故首东移城 庆帝和叶流云为庆国一石双雄 那么大宗师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之前 范贤曾认为大宗师虽然厉害 却还属于武者范畴 只要利用大范围不间断远攻 再加上重骑就可以将其杀死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叶流云一剑青人楼 随手一剑挥出 偌大的九楼就被横空斩断一半 苦和出手能秒杀九品上的红四祥 他修炼的天一道功法 更是可以吸收天地之气 让自己的能量随时恢复 四顾剑更是一剑将摆明 由八品高手组成的虎卫砍碎 要知道当初七个虎卫一起上 就可逼退九品上境界的海棠夺夺 即使在游进登枯之际 四顾剑也能用剑一威压 让两个九品上高手费尽全力去抵打 庆帝就跟不用说了 吊打当时最强九品上天团 被陈平平用散弹枪打住十几发 却跟没事人一样 被巴雷特击中三枪 连手都被打飞了 还能够压制几个九品上高手 并用另一只手把巴雷特摆弯 如果不是被五竹的雷射眼击杀 他即使变残了 也一定是天下武力最强之人 由此可见 即使是九品上境界 与大宗师的差距也如同天倩一般 叶青梅与庆帝的相遇 可以说只是一个意外 当时庆帝还只是城王世子 他在外游历时 陷后了改变他一生的女子叶青梅 当时的城王 只是京都众多皇子中的闲散王爷 是最没有可能上位的弱势者 是叶青梅用巴雷特拘杀了两位亲王 才扶持城王登上地位 当时的庆帝也才顺理成章成为太子 范剑从小和庆帝一起长大 所以范剑和庆帝的关系极好 庆帝甚至将护卫自己的红甲骑士 交给范剑指挥 足见其在庆帝心中的地位 年轻时候的范剑 琴棋书画都是当事之选 而且风流浪荡 长流连于刘京河畔的风月长所 那时候的陈平平还叫陈武长 是宫里派来监视城王府的小太监 但这对陈武长来说如同流放 因为这意味着 他将永远无法晋升为高等太监了 但是陈王世子 也就是后来的庆帝 对陈武长这个小伙伴还算友善 那一年 闲散的陈王世子为了躲清闲 带着陈武长和好友范剑 来到丹州海边散心 邂逅了从东夷城漂洋过海而来的叶青梅和武竹 从此庆国的国运发生了逆天的改变 之后叶青梅更是扶持庆帝继位 称霸诸国 建立了最强敛财系统内裤和情报系统监察院 并大力支持庆帝北伐 最终改变天下大势 将大卫打得七零八落 分割成北齐和诸多小国 庆帝本人也修炼了叶青梅赠语的霸道真气 进阶大宗师 在这个过程中 范剑跟随着叶青梅和庆帝 也将自己的金融天赋发挥到了极致 他帮助叶青梅打理叶家商号 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从政后他又从不起眼的詹士 一步步做到户部侍郎 实际统领整个户部 进而成为了庆国讨伐大卫的后勤公须官 还四下培植了一只战力彪悍的虎卫 在与叶青梅的相处过程中 范剑深深地被叶青梅的魅力所折服 可是含蓄低调的他还是晚了一步 被庆给杰族先登 并没有主角光环的范剑 最终沦为了一个低调的工具人 正如他的名字一般 对叶青梅开启了全心付出不求回报的范剑 叶青梅与庆帝相恋后 范剑便将那份情愫转化为了兄妹之情 成为了叶青梅最信任的兄长 他也渐渐淡出了青楼花坊的喧嚣生活 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陈武昌也成了监察院的院长 和叶青梅的死忠犯 陈武昌不仅钦佩叶青梅的能力 也在对方身上找到了信仰的光芒 叶青梅对他很好 尤其在得知他是个太监后 不仅没有面露鄙夷或者厌恶 还平等相待把他当成朋友 这一点连一起长大的庆帝也没有做到 在庆帝意识里 陈武昌是奴才 是仆人 是一个不完整的男人 甚至连个人都不是 而现在陈武昌是叶青梅的朋友和闺蜜 叶青梅还给他改名为陈萍萍 这也让他第一次觉醒了主人思维 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因为叶青梅支持庆帝 所以陈萍萍也在竭力为庆帝效力 庆国北伐期间 他无数次就庆帝与危难关头 在庆帝练习霸道真气遭遇神功破体 变成植物人的绝望时期 也是陈萍萍千里奔袭将其救回 而原本与他心有灵犀的东夷女奴 也就是后来的命财人 却被庆帝取回后宫并生下了大皇子 但时间久了 庆帝和叶青梅的分歧越来越大 叶青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生而平等的乌托邦 而庆帝的理想却是成为一统天下的霸主 虽然庆国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 拥有了遥遥领先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虽然庆帝掌握着这一切 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 却也处处受叶青梅的钳制 即使庆帝是叶青梅的丈夫 却一点也驾驭不了他 就连跟随自己一起长大的范健和陈萍萍 也为叶青梅马首是瞻 就连自己的弟弟靖王和妹妹李云瑞 也是叶青梅的粉丝 甚至另外四位大宗师 也都与叶青梅关系匪浅 在庆帝看来 叶青梅不仅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 还有如日中天的威望 多疑敏感的庆帝终于动了杀心 筹谋两久后 庆帝趁着叶青梅分面当日 神庙神使将五竹调走之际 织走了范健和陈萍萍 调走了赤卫军和监察院 自己也借骨离开 放任皇后和太后派来的保守势力 闯入太平别院 成功将虚弱无力的叶青梅暗杀 而庆帝又及时回来 将这些威胁皇权的旧贵族 一令清早殆尽 也就是这时候 范健和陈萍萍这对铁词 也开始了彼此怀疑 再无法凝成一股声 叶青梅被害时 庆帝甲介西征草原带走了范健 范健赶回时 叶青梅已死 为了救下叶青梅的儿子 范健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替代范贤身死 以此蒙混过关直到五竹赶来 为了给叶青梅报仇 范健与陈萍萍联手 将参与太平别院 谋杀叶青梅的外妻 屠戮殆尽 就连皇后父亲的头颅 都是被范健一刀斩下 精彩绝艳的叶青梅死了 但你知道他到底有过哪些逆天操作吗 首先是神庙逃亡和拐走五竹 从神庙逃跑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因为负责神庙安保的使者 都有大宗师的实力 所以从未有天外者能成功逃走 即使逃了出去 也很难在冰天雪地里生存下去 叶青梅是个例外 他不仅有技术能力 有心逃走 还阴差阳错等到了机会 但他没有直接逃走 而是再次返回神庙拐走了机器人五竹 第三造就四大宗师 叶青梅从神庙偷了三本功法秘籍 分别是天一道功法 霸道公爵和无名剑谱 造就了四位大宗师 但只靠秘籍是造不出四大宗师的 比如 萧恩和苦和都练习了天一道功法 但萧恩无论如何努力 也就是个九品上 而苦和却成了大宗师 叶青梅赠送功法的时候 曾善意提醒过萧恩 他也可以练 但这个功法更适合苦和 所以是叶青梅对天赋的敏感捕捉 把秘籍给了最适合的人 才成就了三位大宗师 当然叶刘云是个意外 第四 成为世界首富 叶青梅告别萧恩苦和后 在东夷城做生意 已经可以收揽天下财富了 只不过他不光想要揽财 还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 所以才来到南庆 在庆国叶青梅创立了庆余堂 靠着信息差 在诸侯国间做跨国盛意 兜售肥皂 玻璃 香水等跨时代的商品 还打通了一条通往西方国家的海上商路 直接躺转成为世界首富 第五 打造第一强国 叶青梅为了扶持庆帝 从千里之外的太平别院 居杀了两个皇位候选人 皇城里的禁卫军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乌从追凶 虽然庆帝是受益者 但此后他对叶青梅的巴雷特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直窝在宫殿里研究弓箭铠甲的原因 叶青梅不仅扶持庆帝登位 还将庆国打造成了天下第一强国 经济和军事实力遥遥领先于诸国 第六 创立建察院 建察院是个跨时代的机构 是叶青梅政治智慧最巅峰的展示 它原本是限制皇权 实现人生而平等理念而设立的机构 但给皇权上枷锁 是庆帝万万不能忍受的 所以这也成了庆帝杀叶青梅的主要原因之一 叶青梅死后 建察院渐渐成了庆帝排除一级 维护统治的特务工具 第七 恐吓太后 叶青梅在庆国呼风唤雨的时候 不仅拔过老皇帝胡子 还恐吓过太后 当时太后为了给叶青梅下马威 曾派人给她送过一根白领 太后知道叶青梅不可能争取上吊 所以只是拿来警告她不要再玩火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叶青梅连夜让五主把白领送到了太后床头 也明确告诉太后她没有能力杀自己 而自己可以轻而易举杀死太后 第八 向庆帝借种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叶青梅为什么要给庆帝生孩子 其实这是个误区 并没有人有能力逼迫叶青梅嫁人生子 她想要个孩子是因为她太过特殊太过寂寞 她需要一个跟自己一样有现代思想的人陪伴自己 生孩子需要有人配合 而庆帝就是个比较优秀的选择 而且两人的感情也走到了这一步 但叶青梅并不想成为庆帝后公团的一份子 所以才选择了向庆帝下要借宠 不久后 范贤的原配妻子得知真相 在生下范若若后不久抑郁而死 几年之后 范贤采取了柳国公的女儿柳如玉为侧氏 并生下范思者 显然范贤对范贤这些养子 比对亲儿子还要亲厚 她趁陈平平不在京都 向庆帝建言 让范贤与林马成婚 以便接受内裤 范贤入京后 她帮助范贤消除对柳如玉的敌意 并全力支持范贤 帮她分析朝堂局势和利害关系 为了范贤的安危 她不惜处怒庆帝 为了帮范贤保驾护航 范贤的指示拒绝此官 大东山之战后 范贤秘密训练的百余名虎卫 被多疑的庆帝借四顾剑之手除去 再无筹码的范贤选择了此官 偷偷帮助范贤建立了新的内裤系统 制衡庆帝 庆帝死后 范贤俨然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因为天下最有权的范贤是她的儿子 天下第一富商范思哲是她的儿子 天下名医范若若是她的女儿 儿女皆好 何家幸福 安享天伦 叶青梅死了 陈萍萍痛苦但隐忍 她抽丝剥茧苦苦寻觅 历经十余年终于查到了叶青梅被杀的全部真相 也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路 陈萍萍用自己超人的智慧耍弄着阴谋 将太后皇后长公主太子二皇子等庆帝一族全部引入死局 陈萍萍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倾付了庆第一嫁 而在外人看来这些人却是死于皇位之争 死于宫廷内斗 死于高高在上无比明智的庆国皇帝之手 为了给自己的偶像复仇 陈萍萍以一己之力涌斗强权 直面庆帝 借开真相 知身赴死 用叶青梅为自己设计的两杆枪杀相的庆帝 虽然她最终被灵池处死 但她向世人证明了自己也是一个有枪的纯爷们 自己虽是残躯 但比这世上大多数的男人都更有种 如果不是陈萍萍一顿逻辑推理 贡献了庆帝内心防线 恐怕叶青梅之死的真相将涌埋地下 如果不是庆帝无情地将陈萍萍灵池处死 也不会让范贤与庆帝正式绝恋 于是范贤连熟影子 海棠朵朵和王石一郎 发起了对庆帝的刺杀 失去记忆的武竹 和狙击手范若若也随后加入战局 最终庆帝在重伤之际摘下武竹的眼罩 被无敌镭射光线射成飞灰 文治武功天下第一的大宗师 庆国皇帝最终下线